第2650集 血龙的气势爆发 乾坤静七层天的狂暴龙威席卷四方 南湖的众龙族纷纷身躯打颤 不可置信地看着血龙 完全没料到血龙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 有如此大的提升 同时 优越等龙族也完全没有料到 血龙竟然会因为一名人族勃然大怒 这明明只是一个圣祖境的卑贱人族而已 为何要如此重视 优越等人心中的疑惑没有人解答 此刻血龙龙威释放震慑全场 却是让南湖的所有龙族都老老实实地闭上嘴巴 不敢再多言 哪怕心中不满 这些龙族也不敢在明面上 再说出质疑夜晨的话语 毕竟龙族以强者为尊 血龙身为帝尊 又是乾坤境七层天 足够让这些家伙闭上嘴巴 压下内心的一切不愤 而就在此刻 似乎是感应到血龙的龙威爆发 一声大笑也从远方传来 紧接着一道气势深沉如海 狂暴如雷的身影冲天而起 出现在南湖派众人的面前 血龙 你总算敢出现了 我还以为你怕了 偷偷跑了呢 哈哈哈哈 来人猖狂地大笑起来 正是一身黑袍龙威浩荡的名阳龙尊 此刻正目光阴邪地看着血龙 血龙乾坤境七层天的境界 明阳龙尊看得清晰 眼睛不由地微微眯起 一丝丝寒芒闪过 却没有太过忌惮 毕竟明阳龙尊得到了 地渊殿的帮助 此刻已经达到了 乾坤境八层天 境界越高 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 都是天壤之别 因此明阳龙尊自认 能够轻松碾压血龙 多亏我聪明 提前和地渊殿合作 此刻明阳龙尊紧紧盯着血龙 却是忍不住如此想到 在明阳龙尊看来 血龙的提升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如果他没有和地渊殿合作的话 现在恐怕连乾坤境六层天 都到不了 到时候对上血龙 必然是被碾压的结局 不过好在他未雨绸缪 将一切都掌握在手中 保持着主动 上一次平手 不过是他压制同境界的缘由 这一次不压制 血龙必死 我怕 血龙看着嚣张的名阳龙尊 眼中却是闪过一抹不屑 冷笑着说道 就凭你这样勾勾搭搭 竟做些无耻之事 丢我龙之骨脸面的家伙 还不配让我怕 此话一出 明阳龙尊脸色骤变 阴沉得不像话 他很清楚 血龙这是在暗指 他和地渊殿合作的事情 而他自认为 自己与地渊殿的合作 很隐秘 没想到 竟然早就暴露在 这些家伙的面前 哼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阳龙尊怒吓一声 却是岔开话题 连忙喝道 现在约定的时间 已经到了 你我之间应有一战 明阳龙尊露出了 猙獰笑容 注意到血龙身旁的 夜尘 眼神古怪 这么一个圣祖敬的废物 你竟然将他 带入我龙之骨 还对他如此恭敬 你才是我龙族的耻辱 明阳龙尊说自己什么 血龙无所谓 但是明阳龙尊 竟然出言羞辱夜尘 血龙却是勃然大怒 在永恒兄弟 经历无数死战 黑氧的逆天杀意 顿时爆发 灰红杀意席卷苍穹 震慑整个龙之骨 连明阳龙尊 都一时感到身躯凝固 脸色不由变得 无比凝重 你刚刚说什么 血龙目光深寒地 看着明阳龙尊 力声贺问道 看着血龙这暴怒的样子 明阳龙尊目光闪动地 看了夜尘几眼 随即开口说道 看来你是急着想要一战哪 既然如此 那我便送你上路 明阳龙尊直接冲笑而起 看着血龙冷笑着说道 有胆子 就上来与我一战 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强大 就凭你这样的废物 血龙不屑地冷笑道 下一刻却是毫不犹豫地 飞身而起 直接冲向天穷 九天之上 血龙与明阳龙尊对立 两人眼中都是狂暴地战役在闪动 对视的视线之中 仿佛有无形的雷霆在碰撞 浩荡血光与幽光 在天穷之上不断碰撞 血龙与明阳龙尊的气势 分庭抗礼 让天穷都变色 让我看看 你藏了这么久 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出来与我抗衡 明阳龙尊看着血龙 浩荡灵气席卷而出 下一刻骤然一剑 斩向血龙 明阳龙尊这一剑 竟然引动无尽寒芒 天地间 无尽灵气 向着明阳龙尊的剑锋凝聚 化作惊天寒芒 竟然一剑斩裂苍穹 向着血龙狠狠斩下 就这样的雕虫小技 也敢搬门弄斧吗 血龙看着寒芒阵势 仿佛要斩断朱天的可怕寒芒 眼中却是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是浓郁的不屑 天残武刀 血龙口中低贺 眼中灵光绽放 阵法凝聚 武刀天残刀刃飞出 浩荡战役狼烟席卷 直接与明阳龙尊的长剑寒芒 碰撞在一处 天地间传来一阵轰然震荡 连苍穹都仿佛崩塌 天空之中 无尽空间碎裂 露出黑漆漆的幽深深邃虚空 看到这一幕 龙之谷围观的众多龙族 都露出了震撼无比的神色 而夜尘则目光凝视着 明阳龙尊和血龙 他看到这一次碰撞之下 血龙实力并不比明阳龙尊差多少 如果明阳龙尊的实力就是如此的话 那么血龙一定可以赢下这场赌局 夜尘看着天穹之上的战斗 心中暗道 而在这时 血龙与明阳龙尊一次碰撞之后 两人各自身躯一阵 随即拉开距离 血龙看着明阳龙尊舔了舔嘴唇 露出不屑的笑容 就这样吧 也不过如此 闻言明阳龙尊目光阴狠 他发现血龙虽然是乾坤镜七层天 比他弱上一个小境界 但实力竟然不比他逊色 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同时也充满了压力 不过是随意一见而已 你挡下了又如何 险在得意 等一下我让你跪地求饶 明阳龙尊眼中怒火翻涌 冷声喝道 却是不再隐藏实力 陡然仰天长笑 龙笑声震动整个龙之骨 而明阳龙尊也陡然从人参化作神龙 这是一条浑身漆黑鳞甲的神龙 身躯庞大 简直遮天蔽日 龙微碾压之下 方圆千万里的凶兽都跪地沉浮 惊恐地身躯颤抖 明阳龙尊显化本体 气势彻底爆发 自在天展开 一片黑暗的世界将天地笼罩 在这黑暗世界之中 无数群山都长成龙族的样子 无数长河也是龙族的样子 就连天地间流转的白云 天空中悬浮的日月 竟然都是一条条黑龙所化 有的盘旋 有的蜿蜒 演绎成这世间万物 我的自在天 便是龙族主宰世间 我是龙族至尊 我将主宰一切 明阳龙尊大笑起来 他的野心无比巨大 但他的性格却是十分保守 根本不敢做冒险的事情 因此他的野心 此生都很难有实现的可能 此刻 明阳龙尊看着血龙 猛然一口幽黑龙溪 洞穿虚空 向着血龙轰然而至 这幽黑龙溪 蕴含着明阳龙尊的本源龙气 泯灭一切 吞噬一切 就如同黑暗一般 要将血龙生生消融 面对这幽黑龙溪 血龙却是毫不畏惧 反而同样身躯震动 也显化出本体 璀璨的血红龙鳞 在天地间闪烁着明阳的光滑 浩荡的杀意凶器 席卷诸天 震慑宇 血龙龙威浩荡 甚至远超境界比他高的 明阳龙尊 血龙的龙曲也丝毫不比明阳龙尊小 此刻悬浮在天穷之上 又是惹得龙之骨一众龙族 惊呼连连目光震撼 血龙的外形要比明阳龙尊好得多 更何况血龙还是龙之骨真正的帝尊 额头有着云雷地龙珠 浩荡龙气与地威弥漫四野 这是诸天龙气的源头 血龙周身龙之元气流转 冷然看着扑面而来的幽黑龙溪 同样吐出一口血红龙溪 这是蕴含着血龙本源龙气的龙溪 蕴含着无穷战意 无穷杀意 此刻与幽黑龙溪碰撞在一起 却是虚空不断坍塌 一切不断破灭 两道龙溪的碰撞 传出一道道可怕的冲击波 将四周的虚空都泯灭 却是谁都奈何不得谁 片刻后轰然炸裂 而此刻 明阳龙尊的身躯穿过冲击造成的 无尽破碎虚空 直接爆杀而来 龙爪仿佛要将天地掀翻 狠狠地抓向虚龙 给我去死 明阳龙尊怒吼传来 他动用龙溪不过是试探血龙 此刻才是真正的战斗 见状 血龙眼中无尽杀意翻涌 同样一爪拍向了明阳龙尊 你才是找死 血龙冷笑连连 同样一爪拍向明阳龙尊 血红龙爪如同琉璃一般 却闪烁着 让人内心惊骇得可怕寒芒 下一刻 龙爪碰撞 明阳龙尊的龙躯 陡然一颤 眼中闪过一抹骇然 他的龙爪爪心 竟然浮现一道伤口 一滴滴龙尾浩荡的龙血 滴落下来 被他用灵气 悄然泯灭 而另一边 血龙却是目光冷然 龙爪丝毫未损 只是这一下碰撞 高低立派 高低立派 净 雯爪 是 有